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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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都是退而不休 我突然想到我們這兩天課程 李校長有提到 前無古人 後有來者 應該前有古 也是有古人 孔子是古人 而且他是至聖先師 他是我們教育界的鼻祖 我們以他老人家為榜樣 所以學儒 學儒家的學問 就要學孔子 尤其我們跟孔子是同行 都是從事教育的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魚有榮焉呢 我跟孔子是同行的 還有我們最近的 靈老 神老 這個都是我們教師的榜樣 而且他們最希望的 是我們這些後輩 能夠一棒接一棒 前鋪後繼 我們看到我們校長職工會 所以這麼多位退休校長 他們還持續在教學 在推廣 滑教 而且他們長的學校 他們退休之後還繼續在推廣 這個就非常難得 這個做法非常重要 我們離開了一個單位 他假如就停下來了 那前面的努力就很可惜了 退下來之後呢 還有繼續的人才接續 這個是對這個學校 這個因緣負責任 古人說不孝有三 無厚偉大 我們看歷史 昨天我們有一位歷史老師 在讀中教歷史 那很重要 歷史是一面鏡子 這個可以以史為鉴 我們人生可以少走很多錯路 那中國重要的典籍 世庫全書啊 他就是依照經 時 子 籍 來排列的 歷史排在第二位 很重要 我們不注重歷史啊 可能很多歷史上的錯誤啊 我們很難避免哦 所以 後人 後人 假如不引以為戒啊 這個唐朝杜牧說了 後人哀之而不見之 比方說秦朝才十五年滅了 那後面的人說 哎呀 他們怎麼把國家搞成這樣啊 哀之 而不引以為戒的話 亦史後人 父哀 後人 那可能我們沒有引以為戒啊 那我們後面的人又笑我們了 我們看每一個朝代登基 皇帝登基 第一件事是什麼 立太子 就是接班人呢 非常重要 這個 老教授 我的老師 老教授他曾經講過一段話 這個對我們不是教育啊 很有启示 他說 弘揚聖教的人啊 假如他沒有傳人啊 那他的成就等於零 這個話講得很重啊 就好像補了那麼多的種啊 假如沒有傳人繼續耕耘施肥啊 那可能前面部的種啊 就沒有辦法繼續成長啊 所以我們看到這麼多位校長 他們的學校繼續在做 而且他們也是身先士足外在帶動 這個值得我們的效法 尤其今天我們廖校長也會將他退休前 還有退休後寶貴的這些 弘揚地史規 弘揚傳統化的經驗 跟大家 和盤拖出 沒有保留 提供給大家 好 所以我們是德不孤啊 必有靈 好 我們是大家一起走在這條路上 好 那這個 昨天呢 我們跟大家談到 建國軍民啊 教學為先 教學是要最先 最克不容緩的 好 而我們提到教育兩個字 修文解字裡面講 教者上所思 下所孝 上行 下孝 但是假如我們父母老師沒有正確的認知 甚至認知錯了 那給孩子的身教就是負面的影響 我們為孩子好 卻給他負面影響 這是我們很不願意做的事情 我看昨天我們王川大夫上課 我感覺到那個磁場呢 大家都是聚精會神 為什麼 因為啊 那跟健康有關啊 這個人生啊 健康就好像一一樣啊 你有的才能 你的財富地位是零啊 你的零再多啊 前面假如沒有一呢 那都沒啦 有了這個一啊 你其他的擁有才有作用啦 所以古人留了一句話給我們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沒柴燒 這句話對我很重要 因為呢 我記得看那個三國演藝啊 看到孔明啊 我哭得死去活來了 我曾經看過兩個歷史人物呢 哭得很厲害 一個是國父孫中山先生 大家認識孫中山先生吧 你看人可能有前世的緣啊 我還自己跑去看他的電影啊 後來念高中啊 我們有一個科目叫三明主義啊 結果我考了全班第一名啊 你說這麼奇怪啊 結果我高中還是考不好 因為我感覺一直在考試啊 但是這一門學科啊 是有思想的 他第一頁就告訴我們 思想 信仰 力量 我就被吸引了 所以對這兩位歷史人物啊 怎麼會有這麼深的情感 我看不是偶然的 可能我前世啊 是孔明所謂的那個兵 因為看到他吃的越來越少啊 丞相你不可以這樣啊 所以看到他又在那渴血 還在那處理事情啊 我的眼淚就忍不住了 這是我的推斷 孔明活了54歲啊 50多歲啊 然後我感覺呢 我的命運好像跟他有點像 我就算 哎呦 54歲 但是後來思考了一個角度啊 假如啊 太短命的話 我看後面跟著我的人 會很害怕了 因為曾經有大眾啊 跟我說啊 那時候我還沒出家 這個大眾見到我 就說 蔡老師啊 跟著你的人 怎麼都這麼瘦啊 大家聽失聰啊 聽到這個說法 大家想一想 假如人家的兒女啊 想說 跟著我弘揚文化 一看我那麼瘦啊 她就打了 這個擔憂啦 所以我們王川大夫啊 還是比較有分量 你看 他們的父母一看 哇 能幹得這麼富貴啊 這麼有分量 這個不用擔心 所以了凡事訊有一句話很重要 我們思考事情啊 不論現行 現行就是現在 而論留比 留比就是 副作用 考慮事情不能考慮眼前 不論現行而論留比 不論一時 而論久遠 你一時好像有利益啊 久遠沒利益 這也是惡 不論一生 而論天下 哦 了凡事訊這一段話 也是我們 判斷善惡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考慮考慮啊 還是活到七八十歲會比較好 所以昨天王川大夫的課 我很認真聽哦 我已經改變我的strategia 改變策略 那我們看 昨天王大夫提到的 我們有一些對健康的認知啊 比方說喝水 喝涼水 好像很多人都是這樣 可是這個認知是不對的啊 你要喝熱水啊 那個有能量啊 你一喝冰水啊 你的能量就下降下去了 所以 為什麼那麼多女學生 她生理起來那麼痛苦 她身體太寒了 哦 那個 有時候痛起來是沒有辦法下床啊 你說就是因為認知沒有到位 它造成她幾年 甚至幾十年的痛苦 其實無知是最可怕的啊 包含昨天 王大夫也講到農食 你看道法自然 這個道法自然 在哪裡啊 在萬事萬物當中啊 你看種田 你那個農食錯過了 你就沒得種了 同樣的 同樣的 我們人一天 他十二個時辰呢 哪個時辰睡覺是最好的 十一點到一點 膽經 一點到三點 肝經 這四個小時你不睡覺啊 那你整個 身體的代謝就會出問題 肝是幫解毒的啊 但是 這樣的養生課程啊 我們讀書的時候學過沒有 沒有教啊 哇 那麼重要 其實這個需要很長時間嗎 不需要啊 老實講 我相信我自己是不重視的 可是都沒學過 都是到了三十多歲 才懂啊 可是三十多歲以前 那已經種了很多不好的因 光是熬夜 就已經耗損 就很厲害了 不是說 反正我有睡七個小時 我有睡八個小時 那不妥當啊 機不可思啊 食不再來 拉到健康 再拉到教育 再拉到教育 也是機不可思啊 食不再來 當其渴 這位食 叫即食法 我們生命當中有很多 有很多機會點 要及時掌握 我們李校長也提到了 孩子 三歲到八歲 就是比較小的這個年齡 記憶力特別好 你要掌握這個黃金時段啊 當然 我們不能一聽 又產生執著 變成逼孩子讀了 那個逼又出現反效果了 所以都不能 执著 你一执著這個要背很多啊 你就感覺不到孩子的狀態了 所以做事不難啊 難在 互念自己的心 因為心用對了 是一定往對的方向發展 可是當我們的心出現执著 我們自己沒有注意到的時候 比方說執著要背很多啊 我們就會越來越強勢 心就開始偏了 古人說啊 差之毫厘 妙於千厘 就要越偏越大了 所以有一個詞啊 叫一執成病 一產生執著點了 就有問題了 有一個笑話說到 有一個小偷啊 他很有敏感度 他都能感覺到啊 金子在哪裡 所以有一天啊 他就白天到一個大戶人家 去偷金子 他很敏銳就偷到了 但是因為是白天啊 就被人家當場抓起來了 就把他送到 县太爺那裡去了 這個县太爺 看到他呢很納悶 在光天化之之下 你怎麼敢在 這麼大戶人家 偷金子啊 你沒看到旁邊很多人嗎 這個小偷說啊 有嗎 有人嗎 我只看到金子而已啊 其實人一執著起來的時候 是真的會這樣哦 看不到 感受不到其他的了 比方說 當一個 當太太的人 很執著先生賺多少錢的時候 請問 假如先生賺的不夠多 他先生的優點 他還看不看得到 就看不到了哦 比方說我們當父母的 很在乎成績的時候 那當孩子成績不好的時候 請問孩子的優點看得到嗎 真的哦 人一執著起來啊 就感覺不到很多重要的部分 所以修身 最重要的就是修好我們的心 教育也有十節應用 這個剛剛講到的 教育也有十節應用 十幾點 剛剛 記憶力那是一個十幾點 但是你認知的 但是你認知對了 不要再做對的事的時候 又出現強勢 出現執著點 昨天有一個年輕人 提了一個問題 提道德綁架 道德好不好 但是拿來綁架就錯了 變成 我覺得 傳統話很好 地址規很好 但是我的心 是控制 是強勢 就適得其反 人能宏道啊 是人把根地址規 跟傳統話相應的 心跟行為 做出來了 人家很認同啊 人家主動想要請教啊 因為感覺你變了很多啊 變得體恤人了 包容人了 變得更樂觀了 吸引人家了 而不是我們強勢沒有改變 硬去壓別人 那他反而是 不能認可 所以我們可不能學到 把這個 強勢越來越增加了 學傳統話 是強勢越來越少才對 越來圍道日損 應該是我們的習氣毛病 越來越少了 不能學到 同事們坐在那裡泡茶 突然自己走過來 欸 那個學弟子歸的來了 我們還是趕快走吧 哇 那假如學成這樣 就麻煩了 我們要給聖賢祖先臉上貼金啊 不可以學成抹黑啦 包含 你看時機點 你選 班上幹部啦 他們要為同學服務啊 他們要為同學服務啊 你選他們 要選出來之後 跟他們談一談話 這個時機點 要不要掌握 要啊 勝於死啊 其實事情 為什麼不好處理 因為一開始沒有慎重對抗 你等問題出現了才來講啊 那個話都已經打折扣了 我們看一個孩子要進大學了 大學新鮮人 那個時候長輩 給他一些重要的提醒 也很重要 機會點 我要去念大學的時候 我要去念大學的時候 我沒有記憶哪一個長輩給我提醒啊 結果後來是 我到大學去啊 學長給我一個提醒 叫 你現在念大學叫University 有你完四年 叫University 你看 沒有正確的引導啦 我聽話咧 大家看得出來我性格是比較老實的嗎 欸 真的 你看最黃金的歲月 啊 那個時候 假如 我遇到學傳統文化的學長啊 帶我去地址歸中心啊 可能我的人生會更理想 少造很多業啊 造了業 都要去銷的啊 好 這些都是時機點 交兒嬰孩 交父出來 都是時機點 交孩子要從小 交媳婦一開始來 就要引導了 包含一個企業團體 你不要一開始 哎呀 終於有人手了 我怕就讓他一直工作了 他的工作心境 工作態度 應該在一開始的時候 能夠給他做一點培訓 建立這些正確的觀念態度 好 這個都是掌握實際 那昨天 我們王大夫說 我們養生了 有兩件事 知過 改過 我們學傳統文化 我們學傳統文化 其實也是這兩件事 知故 知到問題單 把它改過來 我們提到教育的交織呢 是上所思下所效 所以我們當老師 當父母 我們也要先 建立正確的觀念 然後改正我們自己的錯誤 不然 不然 就會給學生 負面的影響 所以 先決才能決後決 我們老師先覺悟了 我們才能幫助學生 覺悟 大學裡有一句話很有道理 君子有諸己 而後求諸人 無諸己而後非諸人 這些經典都有先後的順序 這個不能搞顛倒了 我們有這些優點 然後我們再去帶動學生 建立這個優點 比方說我們不熬夜了 我們就可以娓娓道來 現身說法給學生說 我們自己在靜孝了 可能 真感情好文章啊 你講著講著 你眼淚出來了 孩子非常動容 有諸己 而後求諸人 無諸己 我沒有這些缺點 而後非諸人 我去 互念學生 把這個缺點 改掉 比方 學生情緒化 脾氣大 我們當老師的 我們當老師的 都沒有脾氣 你再去帶動他改脾氣啊 他會心服 口服 這些都是人情事理 我們今天 明明是好事要帶動別人 為什麼帶動不起來 很可能我們這個 身教的力量 還不足 所以我們自己也要先知過改過 我們要教育別人以前 我們首先要自我 教育啊 我記得 我第一次在海口 跟企業界的高管 做傳統文化交流 那因為都是管理人員 那這個負責人就說 你跟我們這些管理層啊 談談管理 那後來 一開始我就請教大家了 我們今天交流管理 請問大家 你們覺得管理首先管理誰 他們馬上就反應了 當然是管理員工囉 這是他的認知喔 那請問這樣的認知 能不能把員工管理好 你看論語當中 夫子有說啊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雖令不醜 我們自己做好了 你沒有命令下屬啊 他跟隨你 我們自己做的不好 你哪怕下了命令 要求他 他也不服氣 哪怕他真的有照做了 他也是表面上做給你 事實上可能 事實上可能 在你前面跟後面是不一樣的 好像有一句話叫 上有正側 下有對側 那他就不是很服 所以管理 首先是 我們正極 管好自己 所以這個認知很關鍵 因為認知會影響我們的心態 所以我們得了解到 知過改過 應該是從我們開始 那這個 知過 在了凡視訊當中 他總共有四篇文章 一本書裡面分四個部分 第一是立命之學 人真的有命運的 學生假如認識到真的有命運 他就不願意去照做罪業 因為這個是找自己麻煩的 道聖何夫先生 大家聽過嗎 這個是企業界經營之聖 這個封號不簡單 全球五百大 全球有兩百多個國家 要做到全球五百大 不簡單 他一個人 他一個人 就有兩家是他 白手起家做起來 兩家都是他做到的 所以他成就很高啊 他推薦給年輕人的第一本書 就是了凡視訊 而他為什麼能有這樣的成就 他從他的心上下功夫 他第一家公司啊 是做陶瓷的 第二家公司啊做電訊行業的 他為什麼做第二家電訊行業呢 因為當時候 日本的電訊行業只有一家獨大 價格非常高 收費很高 所以他就在思考 要不要再做一家 有兩家了 老百姓的這個通訊費用就會下降 你看他的出發點 不是為了自己賺錢 他想了幾個月 我的動機純不純粹是為了百姓 他後來決定要做 他的親戚朋友都阻止他 說這一家電訊獨大了 從明治時代到現在了 你要做啊 人家一定會把你壓倒 他覺得 我動機對了就好了 結果他在很短的時間 一下子那個營業都是用照來算的 上去了 現在平衡了 人有善願 天必有之啊 結果我們看他的 這種處事很有學處 兩家全球五百大 結果後來他身體檢查 胃癌 他也沒有波動 反正人生總有一天要面對 他就把兩家公司安排好了 其實早就已經有培養人了 安排好了 他就出家了 結果出家一段時間病好了 結果在他八十歲左右 發生了一件日本很大的事 日本航空倒閉 這是一家 等於是由他民族的一個品牌的 航空公司倒閉 當時候的首相揪山尤吉夫啊 去請他出山啊 他又在思考了 應不應該出來 後來他決定出來 為什麼 第一 假如日本航空倒閉 日本航空間 又只有一家獨大了 第二 這一家公司倒閉 對全日本的信心 會有重大的倒閉 第三 員工有三萬多人 所以他決定出來了 第一次見所有的 員工 他說我到日航來 我一分錢都不拿 他就是為了他這三個考慮啊 無私的來做 結果四百多天 這個企業就活起來了 轉虧為影啊 畫腐朽為神奇啊 結果人家去請教他 你的這些學問 怎麼來了 中國人問他 這個道神老公說 跟你們的祖先學的啦 你看他也 很感謝老祖宗這些經典 所以我們只要用心存證 事情一定做得成 好 可能在緣分上有早晚 他是一定做得成 天下無難事啊 只怕有心人 好 所以他推薦第一本書 我也 希望啊 我們所有的學生 都能認識這一本書 而且已經拍成電影了 拍得很好啊 達士場先生演的 好 那這一部書呢 一開始談 立命之學 有命運的 怎麼才能改變 斷惡修善就能改變 好 昨天我們王大夫講了一個例子 這個 中醫的仆人呢 已經沒命了 那個麥 可能活不了幾天了 就讓他回去啊 在家裡走 只要他在這個過程 救了一對夫妻啊 整個武藏就轉過來了 好 好 那 第二個部分 這部書第二個部分 就是改過之法 第三呢 這個 積德之方 什麼 先 未論行善 要先改過 不然我們的過世還很多啊 那就好像一個桶子在裝水 你把水裝進去了 把扇裝進去了 可是呢 這個桶子底下在漏水啦 先改過 再來行善 最後呢 第四是 謙德之效 就是謙虛啊 能夠保持我們的德行跟福報 那第二個部分 談改過 這個對我們 知過改過啊 就很有幫助 改過首先呢 發三種心 第一呢 是恥心 修恥心 我們複習一句 蔡根坦的話 裝身於千古聖賢之戀 我們還推演到 裝身於大馬 滑轎之戀 是吧 不願做隨波逐浪 是不是 那了凡世訊裡面提到了 彼何以百事為師 你看孔子為百事師 韩玉為百事師 我何以一身瓦裂 我怎麼都沒有做出貢獻呢 而且還染上了這些欲望 每天被手機控制 不能自拔 那不行 我不能這樣對待自己 好 這個是恥心 我也要 跟孔子看齊 跟靈老神老看齊 我們廖校長 有說到 跟我們李校長看齊 我很感動 有一次聽我們廖校長分享的時候 提到 他爸爸臨終的時候 還教在他 要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事情 所以我們一生處事的態度 都離不開父母的教導 所以我們古代 很注重淫水思源 這是我們中華文明 非常可貴的地方 中庸裡面講 這個父親 是一般的讀書人 父為氏 子為大夫 可是他培養出了一個大夫的兒子 葬以氏 他去世的這個葬禮 用讀書人的葬禮 祭以大夫 但是每一年祭司他呢 都用大夫禮祭司他 很有味道 在祭司他就告訴這個世間什麼 這一位人士 培養了一個大夫 在利益這個社會 我們不能忘了 他對這個社會的貢獻 好 那發 改過三種心 第一個是此心 第二呢是畏心 敬畏 敬畏 敬畏的心 這個心呢 陳德是在聽老法師講經的時候 有提起來 因為 這個老法師 說 李秉楠老師 李秉楠老師 是附送孔子第七十七代 敵傳子孔 孔德成先生 孔德成先生到台灣了 是孔德成先生的老師 在孔家幾十年了 孔子福報真大 辟應後代子孫 到了七十七代了 都還有這麼有道德學問的 聖哲人來教他的子孫 那 這個李秉楠老師 給學生講了一個故事 從前呢 有一個醫生 他草菅人命 後來呢 被判到 第十八層地獄 結果他到十八層地獄 還不肯認錯 在那裡剁腳 我又不是故意的 只有判那麼重 結果因為他剁腳 剁得很厲害 突然底下有聲音 老兄啊 你不要再剁腳了 灰塵都落在我的身上 這個醫生嚇了一跳 十八層底下還有人啊 老兄啊 我是幹醫生的 你是幹哪一行的呢 這個底下的人說 我是幹老師的 這個故事啊 還是有一點值得我們思考 醫生斷了人家的生命 是吧 是斷一個人 假如老師教的觀念不對啊 這個學生 會傳給他的後代 再來 再來 這個學生 假如很有福報 他又當了老師 當了領導 他又把錯誤的觀念 又影響那麼多人 你比方 這個學生的觀念不對了 結果當了高官 影響全國的人 那這個老師也有連帶責任啊 所以聽完這個故事 這個當老師啊 功德很大 但是假如沒有用心啊 那是有過失的 用一個謹慎 敬畏的態度 來改過 來教學 那第三個心是永心 有勇氣啊 有勇氣啊 去突破自己的習氣 這個改過容易啊 有一個讀書人說啊 二十年 對字一個怒字 就是改脾氣啊 尚未消磨的境 這個脾氣還沒有完全改掉 以示之啊 克己為難啊 克己負理都不容易 要對字克服 這些習氣不容易啊 好 得下大功夫了 好 所以這個永心啊 讓我們呢 能夠突破 不會啊 殷尋苟且 好 所以了凡事訓說 天下聰明俊秀不少 天下有很多素質不錯的人 之所以不能 得家修 夜家寡 就因為殷尋二字啊 耽搁了一生 所以我們 要帶動學生 日日知非 日日改過 我們這一天不知非 我們就安於自以為是了 一日無過可改啊 卻一日無步可靜啊 這一天進步不了 比方說我們靜下心來 我今天 講了幾百句話 我看我們老師每一天 可能幾百句都不止吧 講一堂課 可能上千句 一天啊 有沒有不妥的話 有沒有帶情緒的話 這個話語啊 心境不同啊 產生的差異非常大 我們前面提到了 少說批評的話 多說鼓勵的話 批評造成隔閡 鼓勵激發潛能 差很多 少說抱怨的話 多說寬容的話 抱怨帶來忌恨 寬容乃是智慧 因為我們寬容了學生呢 他的慚愧心就起來了 你抱怨 你抱怨可能造成他的激恨 少說諷刺的話 諷刺有可能傷了學生的至尊 多說尊重的話 諷刺就顯得輕視了 尊重增加了解 我們一尊重學生呢 他心裡的話都告訴我們 少說傷害的話 不要做人身攻擊 多說關懷的話 傷害形成對立啦 關懷真敬有餘啦 傷害形成對立啦 我們就看那個講話的心境啊 不同啊 得的結果是天壤之別 所以古人為什麼說 心平氣和才能言啊 這個都是言語的部分 那發三種心 那改過呢 有從心上改 有從理上改 有從事上改 那從心上改啊 是比較高的 那時間有限啊 我們從心上改啊 我們就舉兩個字 就是忠術之道 忠術的純心 這個是孔子一生 無道一以貫之 就是這兩個字 忠就是言語律己 術就是寬宜待人 那言語律己呢 我們從 不貪 不撐 不吃 不慢 不疑 來改 我們有貪撐吃慢疑啊 這些情緒啦 習氣啦 我們就 偏離真心了 欸 術道 設身處地啊 感同身受 欸這個中國字 如心 如其心啊 會議字啊 如其心 幾手不欲 勿施於人 所以 不要讓人家難堪 因為我們也 不歡喜人家 讓我們難堪 這一點呢 這一點呢 我很 感謝自己的母親啊 給我的身教 記得 小的時候 母親的同事啊 提到自己的丈夫啊 在那裡 講丈夫的缺點 結果呢 講了幾句啊 欸 我母親啊 欸 就很柔和 接了話 欸 其實你先生啊 哪裡哪裡也不錯啊 欸 結果對方呢 是的啊 欸 再講幾點 欸 欸 欸 這個 就轉過來了 就是聽到別人 批評他人啊 心裡難受 我們對每個人尊重 而我們想一想啊 夫妻之間相處 假如我們在外人面前呢 講另外一半不好啊 會有什麼結果 欸 講話還是要理智吧 對自己對別人 沒啥好處的話 還是儘量別講啊 所以常理舉要 欸 教理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喔 不學理 不學理 無以利咧 我們不把理交給孩子啊 他會討人厭 人家會討厭他呢 他不能立足啦 人際關係會出問題啊 因為理最重要的精神就是 恭敬 他不恭敬別人 人家就不恭敬他啦 敬人者 人恆敬之嘛 那理教啊很重要 你再高的修養啊 都要建立在理上面 道德仁義啊 這道最高啦 再來是德 德下來是仁 仁下來是义 再下來是理啦 理都沒有社會大亂啦 你看我們古代說 男女瘦瘦不親啊 我請教大家 你們一開始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什麼感受 哎呦 太落伍了吧 我們現在看一個數字 全世界一年墮胎多少 男女是大房啊 孔子說了 飲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菸啊 飲食我們要吃要喝啊 你每天沒有不行的啊 這是人很需要的欲望啊 那這個欲望很強 你不稍作節制啊 那就麻煩了 那個理教啊 他就好像 一條大河的堤壩 他防止水 水就好像欲望一樣 你不 有堤壩他會泛濫出來的 欲如水啊 欲望就像水一樣啊 不餓則偷天啊 你看那個浪拍起來了 大浪偷天啊 你看現在沒有理教了 男女現在 放縱欲望啊 你怎麼把他收回來 這個都不是一代人 能夠辦到的啦 都要慢慢 轉回正道啊 不然你說 這個 繼續這樣下去 整個不了啦 所以這個理教都是屬於 淨於未發 預防法 防偽度見 那理啊 其實是每一個朝代啊 他取得政權之後啊 由政府來治理作業 每個朝代都是這樣的啊 你看劉邦 他漢朝建立起來了 哇 進了那個朝廷啊 很多哥們陪著他打天下的咯 結果一到朝廷 跟他稱兄道弟了 整個朝廷亂成一團了 劉邦本來也覺得 哎 這些都不用了 結果他這個皇帝當得很不痛快 才叫這好像是 孫書通啊 哎 去 這個這個 弄禮啊 這樣整個朝廷才有秩序啊 不然亂成一團啊 好 好 那 你看每一個朝代都有 清朝也有啊 哇 到了民國啊 沒有自己作業啊 沒有自己作業啊 人不知道 正確行為的標準是什麼啊 那李炳南老師很可貴啊 真是憂國憂民啊 政府不做 帶頭做啊 編了一本書叫《常理主要》 《常理主要》 用心良苦 《常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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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讲讲什么 讲另外一半好 他不好啊 你包容他 他有一点好 你就赞叹他 那个话传回来 他心里想 我有那么多缺点 我太太都没有批评 我才那么一点好 他就赞叹我 我不能让他失望 要把人的 惭愧心换起来 言语的修养 很重要 所以我们 用忠素存心 素道 不让人难堪 我们有忠素的心 就有忠素的言行 出来了 这样就能护好我们的心 还有 昨天跟大家提到的三个字 也很能护好我们的心 就是君 亲 师 三个字 这三个精神 我们虽然当老师 是做之师 但是假如我们没有像亲人一样 爱护孩子 孩子可能对我们信任不够 所以当时候我第一年做班主任 学生六年级 我的抽屉里都有放着 不含防腐剂的饼干 这也是推荐一个理念 配牙饼 所以很多同学到了十点左右 他就会走到我的前面 老师 没问题 他话还没讲 我只知道他的意思 赶紧送饼干给他吃 这个叫布施 这个叫结善员 包含 我教室里面还放了一个电锅 有时候还煮红豆汤给他们吃 这叫收买人心 但是动机是对的 这个不带私人目的 要得什么好处 那这个是坐之轻 那坐之君呢 我们讲的道理 我们自己先坐到了 这个才有说服力 就好像 弟子规有说 过能改归于我 躺眼是真一辜 我记得有一次 我有错误 但是自己有一个惯性比较强 想要解释解释 所以我就开始解释了一两句 我看到孩子的眼睛 传达的就是 我听不下去了 我听不下去了 然后我也讲不下去了 我就深呼吸一口气 对不起 老师错了 我这个功局下去 头再抬起来 我看到学生的眼睛发亮 为什么亮 老师也道歉 老师又不是圣人 人非圣贤 俗能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眼 所以我们学传统话 我们当父母老师 也不是装一个样子 给学生看 我们很真实 我们有错的时候 我们肯认错 我们也会去改 哪有一个人 不用改过就变圣贤的 不可能的 好 这个是 还是要以身作者 所以我们做之君 君有几个很重要的精神 第一 我们刚刚提的 以身作者 第二 有使命感 你一个老师有使命感 哇 你的学生就带动起来 老和尚 他当老师 多少学生愿意效法他 因为他有使命感 我们身为炎黄子孙 我们就是命中 就是来救这个世界的 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法宝 那不少学生在想念 所以这个使命感 第三 大功无师 我们有师了 对学生大小眼 偏心 这个就不能服众了 好 这第三个 第四 这个我们要能够 纳见 接受劝见 学生提醒我们 我们能接受 也是鼓舞学生 为什么 我们老师几十个学生 有时候一些实际 发生事情的情况 我们不一定完全了解 可能有学生会提醒我们一下 我们有时候下一个决策 可能对客观状况不够了解 为什么说 下情要能上达 不是一个国家要下情上达 你一个教室也是为政 所以要能接受提醒 纳见 那家里人提醒我们 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想一想 父母曾经提醒我们 要改掉哪些问题 我们连父母的劝我们都没有重视 还要去重视其他的人就不容易 再来还有另外一半的提醒 要接受 因为是最亲密的人 对我们相当的了解 好 再来做之亲 这个亲呢 有养育 孩子在长身体 给他们一些健康的食物 还有高度信任他们 你看父母就是信任我们 我们学会走路 学会讲话 任何时候这个信任不减少 这种眼神呢 就能感动学生 再来是不气不舍 不放弃学生 教育是成就人 不是淘汰人 好 好 再来是不求回报 这个也是做之亲的 父母也是不求我们回报 再来做之师 陈传道统 陈传华教 传道受业解惑 然后为国家社会培养人 这是做之师 培养民族的栋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老师啊 开人智慧 学习的目标是开智慧 不是学一堆知识 用不出来 每一次学生听我们一段话 老师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你能够抓住那些机会 引导孩子 我以前曾打一个算盘 我们家对面就有一所小学 我去考试的时候 我就想 我一辈子就在这一所学校教书 所有我带过的学生 都知道我们老师住对面 你教一个孩子两年 他就走了 他就上初中了 他人生还有很多需要引导的部分 可是他知道这个老师爱护我 他就持续找你了 好 就是这个开人智慧 我们以军心师这些精神 来关照我们自己 我们就会觉得 哇 还有好多要提升的部分 我们就不会向外去看学生不对 反而会往内下功 你只要往内下功夫了 正极就能化人 教学相长 好 那我们教育分四个要素 大分 第一个呢 教育的目标 其实就是三字经的第一句 人之初 信本善 恢复他的明德本善 开启他本有的智慧 现在啊 没有智慧 解决不了人生好多问题 有智慧就是明白真相 这几天跟大家提过几次 万法因缘生 这一句话就包含一切现象 学生假如会观察因缘 他面对事就不慌张 他面对境界是清楚 好 教育的内容 主要啊 伦理 道德 因果 教育 这是属于做人 还有做事 孔门四科 德行 言语 这都是教学的重点 我好像印象中啊 好像也没有老师教过我讲话 反而都是后面啊 遇到传统的话 老法师在讲经当中 常常指导怎么讲话 再来正事就是做事 做事要锻炼啊 因为人啊 动手的时候啊 好像科学研究啊 小脑发育会比较好 所以今天一个学生 知识非常丰富 但是他不服家务劳务啊 这个孩子会变书呆子 而且他在做事当中啊 他会训练 我怎么把这件事做好 他的程序要怎么走 他的逻辑思维啊 就是在做事当中练出来 因为做事是练这颗心啊 他这颗心又会用在读书上面 这个例子我看留给李丹静老师说 他们有带十几岁的孩子 真的带他们做事之后啊 这个孩子 学校物理化学提升起来 从向上看好像没关系 从心上看了 有关系啊 所以生活教育非常重要 我们古连先教什么 撒扫 应对 进退 所以学的是活的 不是石板的 那我们呢 有把地质规啊 当中 几乎每一天 都会发生的 都会用上的句子 整理成七个集识 让孩子 常常锻炼这七个集识 即时关怀 即时汇报 即时回应 即时请教 我们去感觉一下那个即时 即时不可思 时不再来 学生不即时汇报啊 可能就误了事情 不即时请教呢 那考试成绩就不好了 即时参与 即有能 勿自私 这些态度 他不断锻炼了 他做人做事就有基础了 讲的具体一点 这个人靠谱啊 假如这一些 基本跟父母 跟老师的态度 没有建立起来 这个人哪怕 博士毕业 做事不靠谱 再来呢 方法 教育的方法 因才是教 那理记学记里面呢 有几个很好的教学法 我跟大家都提过了 欲时迅谋 欲 欲方法 净于未发 只会欲 就像昨天 王大夫讲 青少年在发育了 要教他 不能斜眼 要怎么样 调整自己的身体 他要看 不要看刺激的书 看有正气的 饮食 不要刺激 食物 然后自己要多运动 身体 可能调整好 这个都是净于未发 只会欲 孔子好多话 都是预防法 哨子时 血气未定 戒之在胜 集气壮也 血气方刚 戒之在动 孔子把每一个年龄段 必须注意的习气都点出来了 及其老也 血气既衰 戒之在得 老人最怕的 得是心 攀比心 就麻烦了 当其可 之位 即使法 不灵结 而失之 之位 循 循序 渐渐 相观而善 之位 谋 叫观谋法 同学之间互相观摩 力量大 今天你老师做到了 学生想 你是老师 今天有同学做到了 苏人不苏丁 苏丁 不苏丁 苏丁 居然有同学做到了 那我也要努力 同学跟同学的带动 力量很强 观摩法 你肯定哪个学生 道人善 即是善 人知之 欲失眠 这个同学受鼓励了 其他同学也见闲师起 这个都是教学法 还有 这个 导而扶迁 抢而扶意 开而扶打 引导 不要硬拉他 不要强势逼他 这样会压苗助长 导而扶迁 寻寻善业 抢而扶意 抢是鼓励肯定他 不要否定他 意识否定 我们父母老师不注意啊 可能跟这个教学的原则就违背了 开而扶打 启发他 而不是一直灌输 一直灌输啊 会把人的雾门给堵住 我见过那个父母老师 一开口就停不下来的 他们带的孩子啊 听道理都听到 眼睛都是直的 消化不了 所以不符合这些教育原理啊 你为了孩子反而造成他的障碍了 好 那第四个教育的要素 教学的评估 评估啊 学贵立志 还有没有立定之下 学贵立行 学生有没有在立行 学习贵在变化气质 他的气质有没有改变 其实评估啊 学校的成绩是评估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成绩在攀比 我们应该是借由这个成绩 再来提醒孩子 再来提醒孩子 你的学习是不是没有注重复习 你的学习是不是太粗心大意了 你才会有这个结果 你看看某某同学 人家是稳扎稳打 也是临时抱佛脚 我们也是借考试的因缘 教孩子做人做事 最后教育的精神 我们学习孔子 有教无类 毁人不倦 包含孔子在理计学记说的 教学向掌 学然后知不足 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人自烦也 知困人自强也 所以我们从事教育 我自己也很感谢 曾经带过的学生 因为有他们的姻缘 让我有很多的体会跟成长 也感恩学生 好 那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